よし! 影片開始前,記得粉絲團按讚跟追蹤IG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支持我做更多更優質的內容 那我是曼,這支也是生憂史的下篇 上篇還沒有看的,點這邊 上次講到第三次生憂潮 接下來要來延伸講,為什麼會有偶像派生憂的出現 為什麼生憂開始走向目前?原因很簡單 因為單純靠生憂的收入實在太少了 沒有副業真的不行 加上19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化 年輕一代的生憂,所處的環境,也與之前大不相同 在日本生憂是有分等級的 知名度越高,酬老也就越高 以30分鐘的動畫作品為例 知名生憂一集可以開價5萬6千日元 以當時的匯率來說,大約是新台幣2萬元 動畫配音的費用計算,是以演出一集來算的 就算他一整集只有講一句話 或是打個噴嚏而已,也是這個價錢 等級高的生憂也比較容易可以獲得額外的配音機會 例如有一些背景角色或是旁白 花一樣的錢與其另外找新的生憂配 製作組更傾向,直接給已經在演出名單裡面的知名生憂來錄 一般生憂一集開價最低的大約是 18000日元,約新台幣6500元 聽起來好像還行,但實際上事務所或經紀公司 都會抽掉一半以上 也就是說,生憂實際拿到手上的,根本3000元不到 至於剛出道的新人生憂,是沒有在這個金字塔裡面的 薪水沒有保障,出廠機會也不多 能夠獲得工作的機會也就不穩定了 即使是人氣比較高的生憂,價格也不會高得太誇張 跟一般日本上班族每個月30萬日幣相比 生憂一集如果抓,15000日元 一個月少說也要配個20幾集 但是動畫的產量大約是每週一集 那一個月要錄20集,至少要接下五部動畫 才可以達到一般上班族的薪資水平 於是生憂們紛紛下...不是 生憂們必須要另外尋找工作機會 有的人會去配李帆,男性生憂會去配BL 常看到那些配音表沒有一個認識的 以為都是新人生憂被迫來演 殊不知,裡面也有不少大咖的 基本上他們都會化名,改變聲線,不想要被認出來 但是有些聲音太有辨識度了 結果被粉絲認出來的情況還是有了 你想一下,在看底範的時候,聽到山田治河的聲音 瞬間分心軟掉 就算你成為一個職業生憂,也很容易因為沒有特色 被厲害的新人或是明星出道的聲憂給打趴 即使配音的角色爆紅了 只要下一部作品沒有交出好成績 熱潮過後還是會默默無名 所以在如此競爭激烈的條件下 迎來了 第四次聲憂熱潮 聲憂有一兩個副業已經沒有什麼好稀奇的了 不如說,像他做什麼啊 都要寫剛才能生存 像是水素奈奈還有工業徵手 其中,水素奈奈演唱的實力 甚至讓他在2009年 首次登上NHK紅白歌盒站 知名度不僅僅是在動漫圈 也讓原本不看動漫的一般民眾認識到他 成為史上第一個登上東京巨蛋 舉辦演唱會的聲憂 這樣說感覺好像也還好齁 但他同時也是全日本 第四位在東京巨蛋 連續舉辦兩天演唱會的女性歌手 除了歌手 還有當演員的啊 YouTube實況主啊 搞笑藝人 職業廢文推足 總之無期不有 根據1996年 Kinema Jumbo Shr 所推出的書籍 《聲憂民見》 當時的聲憂約有2400人 穩定出演作品的只有300人 這300人裡面 有超過一半的聲憂 是需要另外靠兼職才能維持生計 雖然這是26年前的數據了 現在因為聲憂偶像化 額外的收入增加了 但是貧富差距也比較大 有的聲憂透過演唱會跟專輯 獲得巨大受益 也有的還在夢想跟麵包之間掙扎 以前的動畫集數都很長 只要獲得一個工作就可以一直演下去 現在流行的是一季十二集 配音的集數變少了 工作比較不穩定 但也提供了更多工作機會 給新人聲憂 也有以聲憂加偶像為賣點的動畫作品誕生 像是Love Life、歌之王子低下、催眠麥克風等這樣的偶像班 至於當初反對聲憂偶像化的前輩們 並不只是因為幾個聲憂對工作不重視而去反對而已 更多的是整個社會看待聲憂這個職業的方式 因為偶像化而被改變 從專業工作人員變成了演藝人員的角度之省事 整個產業把聲憂當作偶像來看待 也出現了像是製作組挑選長可愛的聲憂 淺穿優曾經在個人的社群上面 表達自己對產業的不滿 最近聽說某個動畫組 負責聲憂選角的人 看著聲憂候補名單說 這個孩子 推特的粉絲數有點少啊 所以還是找其他聲憂吧 不免讓人想問 這世界是怎麼了 除了對聲憂的長相品頭論足 挖掘對方的私生活 因為聲憂的私生活 與自己想像不同 就算是對聲憂或是角色的幻面 神谷耗使曾經因為沒有公開自己已婚這件事 還要出來跟大家道歉 公開被罵 不公開也被罵 或許在抨擊聲憂偶像化 等於不務征業之前 媒體與狗仔隊 為了收視率去挖掘聲憂的隱私 製作組還會看新人聲憂的長相好不好看 才願意給她的角色 到底是在挑聲憂還是在挑演員啊 還有粉絲對偶像的道德綁架 才是讓人家反對聲憂偶像化的主因吧 怎麼樣成為聲憂 成為聲憂管道主要分成四種 1.參加由電視台主辦的聲憂養成所 2.深憂學校 3.參加深憂比賽 4.成為童星或者是劇團演員 現在說第一種 深憂養成所 通常都是由電視台舉辦的培訓課程 每年執照收固定人數 透過面試來判斷沒有投資的潛力 只要在學期間表現得夠優異 就有很高的機率 可以獲得電視台指派工作 還會有合作的聲憂事務所當年的經紀人 幫你安排工作 好處是比較容易可以獲得工作機會 不用自己到處投履歷 但是事務所也會從聲憂身上 抽取一定比例的手續費 作為安排工作的費用 比較常見的是3.7分 或者是6.4分 是又拿7或6嗎? 不當然不是 才知道經紀公司有多坑 每個聲憂擅長的項目也各有不同 事務所也一樣 有專門配遊戲的 配動畫的 也有專門配電影的 每個聲憂事務所的領域都不太一樣 但是公司指派的配應工作 通常都很難拒絕 配合度不高或者是表現不佳 沒有潛力的信任 聲憂事務所都有權利可以叫你離開 第二種 民間設立了聲憂專門學校 有點類似台灣的技職學校 學生必須經過一到三年的培訓 然後實習 通過考核之後才能畢業 至於能不能找到工作 就要看個人造化了 在學校有機會可以從老師 或者是實習公司 獲得第一份配營工作 不過每年從聲憂專門學校出來的聲憂眾多 想要獲得聲憂事務所 或是業界高層的青睞 難度真的太高了 因此許多從聲憂學校畢業的學生 還是會去報名聲憂養成所 就是為了獲得進入業界的機會 第三種 比賽 顧名思義就是直接去面試聲憂的工作 或是參與聲憂選拔賽 參賽的人 有完全沒有學過配營的天賦型玩家 也有從聲憂學校畢業的 或是已經有業界經驗的人 都有可能參賽 要從比賽中脫穎而出 坦白說 難度可能比聲憂事務所還要高 再來最後一種最讓我意外 現在聲憂界有非常多人 也是靠這個管道出道的 就是成為童星 或是舞台劇演員 之後再轉行當聲憂 唸得出來的就有 尤其像幽木幣這種 從小的學生 就開始參與聲憂工作的人越來越多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童星 遭從日本的性... 不...不是 從日本對於年少成名 有著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近年來有些興趣實然的聲憂 會在網路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配音二創 吸引大量的粉絲 也成為了另外一種被看見的管道 配音都是在錄音室進行 以一集三十分鐘的動畫來看 配音的時間 大約是兩個小時 到四個小時都有 聲憂會在錄音之前收到劇本 還有簡單的分鏡 實際上配音的動態分鏡 則是到現場才會看到 小小的錄音室常常會塞下 十到二十位的聲憂 錄音的時候會有五到八字麥克風 在錄音開始之前 大家會一起練習 製作人跟導演 也會在現場 跟大家討論詮釋的方向 然後在正式錄音開始之後 聲憂就會依照自己的順序 輪流站在麥克風前面 講完台詞之後 再默默地回到座位 這個過程中 不管是走路的聲音 還是翻劇本 都必須要小心翼翼 甚至連穿著都必須注意 一些會發出聲音的手勢 口袋裡的靈淺 或是其他從人體發出來的聲音 都是不可以有的 配過黑棋醫護的聲優 森田成衣 曾經在訪談時分享過 最近還是個新人的時候 有一次 錄音因為喉嚨不舒服 忍不住咳嗽了一下 當下剛好是前輩在錄音 立刻就被這位前輩 罵了一頓 這件事讓他永生難忘 整部動畫大概會錄個一兩次 過程中不管是怎樣的失誤 都必須繼續錄下去 再由錄音人員挑選出 需要重錄的部分 所以 這種時候如果你只失誤 是很有可能會錄到大家都離開了 你還在重錄 然後又跟你對戲的其他聲優 還要陪你留下一期錄音 你就知道那氣氛會有多凝重了 要獲得配音的機會 除了透過事務所引件 也可以參加試鏡或者是聲優選拔會 只要角色沒有領便當 就可以一直演下去 中途換聲優的機率非常非常少見 除非你真的闖了大禍 是吧打烊 每年都有許多人慕名進入聲優界 但現在聲優界的人數已經達到了飽和 根據統計 每年都會有一萬多人 試圖競爭 只有三百人的聲優工作 因為聲優幾乎沒有一個規定的退休年齡 年輕的時候可以演年輕的角色 老了也有老的角色可以演 並不存在完全的退休這件事 但是真正能熬出頭的少之又少 絕大部分的聲優 從聲優學校畢業之後 連第一份配音的工作都很難找到 大概就像 讀設計系的學生 大概原本有六十人 讀到大事的時候 剩下一半 之後真的從事設計相關工作的 又再砍一半 這邊就有個例子 即使成功拿到第一份工作 新人聲優的收入還是少得可憐 如果沒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或者其他收入來源的話 真的會窮到你懷疑人生 所以請珍惜現在你們看到的新人聲優 他們都是賠錢在賠你老婆的啊 女生聲優 從只能演女性角色跟兒童 跨度到可以飾演少年角色 甚至少年漫畫的主角 經過了好幾代聲優的努力 在古代 男生女生 都是可以參與劇團演出的 到江戶時代時 頒布了法令 禁止女性 擔任歌舞技演員 早期中國的京劇裡都是沒有女性演員的 賣一種拋頭露面的工作 不希望女生來做 日本這邊則是覺得 歌舞技是演給神明看的 具有高度藝術價值的事情 但被有女男來表演 江戶政府乾脆就下令禁止說女性演出 在日本 一直到寶總歌舞劇團的出現 女性才開始站上戲劇舞台 聲優之間的年齡差距 Range其實蠻大的 可以從5歲 延到90歲 不過偶像派聲優大多比較年輕 一般來說 女性聲優 平均在20歲出頭就可以走紅 而男性聲優 大概在30到40歲 才有可能走紅 不過男性聲優的保值期比較長 女性聲優還是會被傳統的觀念給框架 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下 往往在結婚之後就引退 後來甚至有許多女性聲優 因為負面新聞 就直接消失在聲優界 日本對於男女要求標準 真的差異很大啊 被聲優偶像化影響最大的 就是女性聲優們了 男生們想要組樂團的就自己去玩 想要低調就低調 不會想破 女性聲優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了 似乎所會判斷 誰具有潛力才簽約 潛力是指 吸睛的潛力 配音配的好或壞也沒有關係 訓練包裝一下就好 所以挑個可愛的女生 日後還可以發展唱歌或是演戲 耶!發大財 以上 就是整個日本聲優產業的歷史變化 以後大家看動畫的時候 也可以多注意一下CV 且看且珍惜 那在講完之後 各位覺得聲優偶像化 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呢 可以到底下留言提出你們的看法 地方債女 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需要您的關心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也可以按下分享旁邊的超級感謝 小小的支持我一下 我是Mai 下次再見 掰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